我现在是在淋漓人民医院 然后在厌学的结果 就是杨康 应该是刚杨康我 然后突然就是身上出现了很多小血点 然后牙龈持续出血 我今天就来 今天就来看病 现在在等结果 我第一次做一等坐 第一次做一等坐 因为没有二等坐 定了一等坐 我现在在急诊 然后也没有床位 然后大夫也可能明天上班 情况好像还挺严重的 你看我的头上也有一些血点 硕士血小板可能出问题了 明天还要继续看医生 然后看医生的治疗建议 晚晚会没事吧 我找了个风险在这个地方 这躺着 外边就是井 然后我现在在 在这种小小小黄车上面躺着 也没有病房 医院的病房还是很紧张的 我现在还在急诊 然后等着上午医生上班 就可以去看医生 然后就可以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昨天晚上还挺吓人的 昨天晚上 因为我的那个数值好像比较低了 然后医生也让我妈妈签那个病危通知书了 反正这个病应该可以一直治疗 但是比较危险现在就是 医生也不让我动 我就一直在床上躺着 上厕所什么的 妈妈也给我推过去 然后我再下去上 这样 希望赶快好起来 我现在已经跑到了 习镇了 习镇的流氓病房 这里终于条件好一些了 然后也可以马上给治疗了 我的小巢 医生说 应该没有什么大事 助言治疗就可以了 还挺开心的 我今早那个也看过专业的专家大夫了 然后专家大夫说就是还 前几天正好那个应该是新冠了 我虽然没有测 但是症状很像 也是发烧之类的 然后专家就说应该和那个有关系 然后可能不知道吃什么药了 或者是可能是病毒啊 就是造成了这次 我的症状就是血小板 血小板特别低 就只剩一了 然后就导致一开始就是嘴里一直出血 吐血的 然后身上 身上起这种点 小血点 就是腿上几乎就是全都是了 然后胳膊上 脸上其实也有一些 你可以看到我脸上也有一些 反正就挺严重的 然后昨天晚上急诊大夫可能是 就是说的比较严重 就是让我妈妈签了病为通知书 然后又说又得做准备什么的 也挺吓人的 然后今天这么一问稍微有点放心了 反正以后大概就是得多锻炼身体 然后少熬夜 饮食之类的要就是要清淡一些 就是不要高油高糖之类的 反正也和我的之前的作息可能有关系 要不慢慢改变 记录我的病号叉 这个手 我手还不让血 一直得直着 现在是在 急诊病房的最后一晚上 明天 明天一早就可以去普通病房 然后进行治疗了 在这个急诊病房 好像只能输一些营养液 都是不治病 明天就可以去治病 我现在已经在普通病房了 然后上午抽了好多血 大概有十几瓶 天啊 人生中第一次抽这么多血 然后还做了骨穿 人生中第一次做骨穿 还有一点点疼 不想做第二次 太疼了 现在还没恢复好 还是不能下床了 希望今晚上就能下床 然后就是明早需要做CT 然后还有抽血 然后不能吃饭 今晚上十二点之后 就不能喝水 不能吃东西了 现在还在等结果 明天下午可能就会出来结果 后天就可以出治疗房 还可以轻轻治疗房 治疗几天 估计可以出院了就 我现在就是已经从医院回到家了 今天是出院的第一天 太开心了 还是家里舒服 在医院待得好难受 然后这次的一个经验教训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 发高烧的时候不要累着 然后我这次主要就是因为 那时候发高烧的前两天 帮我同学盖了两天的章 聚热 然后发着高烧聚匀 然后又紧接着 搬了两天的宿舍 然后那两天直接说不出话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其实当时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异样 然后但是突然之间就会 就就开始嘴里透血 然后身上也是会出那种小血点之类的 还挺吓人的 去到医院人家就已经会 就是勒令你不要不要动 你如果一动 就身皮肤上出血点 还是轻微症状 它会严重的话脑子里啊 包括内脏都会出血 到时候就会比较严重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平时多运动多健身 没有不错 成吉兰